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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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覺得說 我們應該怎麼談這個開放 我覺得說 基本上就全面開放吧 不要跟所謂的主流 或者是公民競爭 不然只有一個態度 就是開放 讓公民競爭進來採訪 航廳 我在我們今天討論的方法 我想我首先聲明我的結論 就是我們三人是完全開放 這是沒有問題 然後我也認為 在這個網路的時代 是沒有辦法再去區隔 再去清楚地區隔 到底誰是記者 誰不是記者 台灣政府並沒有媒體的認證制度 所謂採訪權 並不是新聞機構的記者 他才能夠享有 任何人只要是基於採訪的目的 就應該享有採訪權 因此用來判定這個人 是不是基於採訪報道目的的方式 並不是以那個人 形式上也沒有公司發給的工作證 而是這個人 是不是實際上他做了採訪報道目的方式 根據大法官會議689號4線文 新聞採訪自由 那不是只保障 隸屬於新聞機構的新聞記者 包括公平記者 還有非營利媒體的記者 也應該要受到保障 現行的採訪證有兩種 第一種就是過去在聯合報的時候 可以申請的是這種 就是固定證 就是你一個會習申請一次 這種證目前是有 大概至少三項的規定 第一個就是規定記者 必須是商業登記的公司 然後第二個就是 你是要是daily的 就是每日發行的 第三個就是你的報道內容 要是全國60%的 全國性的新聞要佔60% 至少有這三種規定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 我今天領的 因為我們沒絞雜 這是商業媒體 所以我可以憑這個公司 來領這種臨時採訪證 但是這個一般 像公平記者 目前還不可以領這種 就是非商業登記的 包括報道者 目前還不可以領這種 臨時採訪證 所以現在有兩種證 然後我一個一個來談 先談臨時採訪證 就是臨時採訪證 他從名稱聽起來 應該是要符合就是 我不是常態性的 要常駐立院 但是我有採訪立法院的需求 所以我必須進到立法院來採訪 所以他拿的是臨時採訪證 這個我覺得他應該就是 要開放所有的 有採訪需求的記者 固定證的部分 固定證的部分 其實民進黨團 游美女、立委 以及黨團總長 柯建民等人 去年都有簽證 包括副院長在當 黨團三長的時候 有簽證 立法院也通過了一個決議 就是說 根據市制的689 目前的立法院的採訪證件 發放要點第四點的規定 就是我剛剛前面講的 這個常態證的那三個現行規定 其實都是不符合憲法的 市制的要文的 所以當初立法院已經做了一個決議 要求去修正這個要點 所以根據立法院的決議 這個要點是一定要修 因為已經立法院做出決議了 所以他沒有說不改的空間 所以現在就是要討論說怎麼改的空間 這個立院申請 申請這個記者證的內規裡面 這個立法院採訪證發放要點裡面 我們希望要做以下修正 第一點就是適用對象 除了包括具有盈利事業登記政治媒體公司 還要包括非營利媒體 以及一般個人 以及其他的採訪行為 第二個是要刪除 每天發布新聞內容中 全國性政治文教財經社會等新聞 需要達到60%以上分量之新聞媒體 常駐本院專任採訪記者違憲的規定 第三個我們希望可以刪除 網路報以每日報導全國性新聞 達60%以上分量的規定 這是我們認為可以修改的部分 另外還有這個 這個是一個會期的常駐接證 另外在針對於單日的臨時採訪證的部分 上面大家有拿過都知道 上面就有一句是限制異常不得進入 那我們希望可以取消這個場地的限制 的確我必須要講公民記者 也許他頂多只會問一些 你覺得很奇怪的新聞 可是到目前為止 我從來沒有看過任何一個公民記者 用公民記者的身份去當白手套 反而我們看到主流媒體 很多白手套 當警察跟八個行列的白手套 說今天的核心問題在於是如何開放記者金融立法院來採訪 而不是用所謂的既得利益者或者是白手套的詞彙 來挑撥記者之間的矛盾 如果換證的阿姨她願意Google一下證明我有寫在這個網站的話 我覺得這個某種程度就可以被接受 那如果立法院還不放心 其實現在換證的方式就是我去換證 我拿的證 我要出去我就出去 對不對 或許可以請我們留下身份證 或是足以證明身份的東西 然後我結束採訪之後 我再把身份證換回來 這某種程度也可以看出我在這個立法院進出的時間 可是不能要求記者事先造策列管 因為一般記者也沒有這樣決定 在完全的開放的情況之下 技術上的問題如何能夠課 而且避免因為技術上的一個因素而影響到了新聞之間 第三點是如果要開放的話 決定要開放的話 那麼立法院必須要從網路或者是空間上 讓我們記者有友善的採訪空間 不可以因為空間的因素 流量的因素而影響到我們的採訪權益 我有一個大膽的建議 立法院是不是可以國會公園化 叫公園化意思是說不要有門禁 不要有記者證 我們全線樓的進來路對面是台大校會吧 台灣校會館常開記者會 辦研討會論壇 很多官員也會受邀進來出席 有任何門禁或記者證採訪的限制嗎 沒有 我們立法院 認為台灣立法院如果能夠開放 讓一般公民都可以隨時進來接近他 他只要維持了一定的安全的警力的一個配備 一個安全維護 甚至在我們的每個委員會的會場 他做一個制度的官員席次 跟採訪或旁聽席次的一個配置就可以了 那不管是過去代理好報 還是現在在做獨立計程 我已經做記者17年了 我都是坐在下面開放 當記者需要站在上面講話 還是我覺得這個國家有事情的時候 新聞現場不是租借 新聞真相是屬於全體人民的政客 跟既得利益者無權做地分章 謝謝